然後在開工工程正式開工之前呢 我們會請施工廠商再做一次我們的施工說明會 讓各位再瞭解一下我們整個施工過程 施工工程這個執行期間 他這個施工廠商的規劃施程 謝謝 不好意思 那就我們建築師講的部會有沒有什麼先不清楚的部會 還有我們這邊有沒有要提問的 你有沒有在哪個地方發生的問題 呃...是 你有幾個停車格 停車格,對,不好意思 我剛剛忘了先緩著回答的問題 不好意思,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交通局幫我們說明一下停車的這個問題 理長,各位想請大家看喔 這對停車的部分喔,目前規劃的這個區域大概可以畫大概將近100個左右的停車格啦 然後這停車格未來我會 會透過那個 會比較路邊的方式喔 就是收費的方式大概是收9到17 就比較周邊的路段收9點到17點 然後17點晚上開放我們民眾也會停車啦 然後9點到17點是會收費的 然後我們也會搭配 理長這邊的建議喔 也會賣那個販售一些月票 包括禮物的一些月票 然後 這些我們可以等一下 今天部落跟我們可以做討論啦 好,那我剛剛有回答你的問題 那再換問其他的 這個 問題要問的 他是有換月票嗎 對 抱歉,我剛才沒有說得很清楚 你說這邊會搭配喔 就是說 會搭配這邊然後 提供 提供一些販賣一些月票 然後包括 鎖在裡 像我們大人裡這邊有一些優惠 也是會有一些打折的 的優惠 那也有 對 OK 就是比照一般的停車場 該有的優惠 這邊一百多格都會有優惠 是 是有大人裡嗎 長安 就是說 我們比照 我們那個停車場 現在我們鎖在裡大概是打7折 然後周邊的 周 周圍300公尺的 我們會打8折去優惠 可以這樣 周面 是 既然是這個 臨時停車的 畫一百格 那為什麼不把它再換回家 大一點 兩百格 因為你那邊 我們立畫中間那個 那邊是個必要嗎 這要怎麼 全部都畫兩次停車 建築師有沒有什麼 因為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我們當初 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全部都畫 臨時停車 可是基本上因為 因為這個地區我們認為 可能還會有一些 開放空間的需求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是 一半的方式處理 那我不知道說 當然 今天您提出來 你要全部做停車位 這個我們可以待會去考慮 可是基本上我們認為 一百多台 然後這樣的一個空間 會比較強 因為我們那個 那一個停車場 是目前 台北市大概算 收費蠻貴的 那它的年齡 就是說它的進駐力很高 他講的是 春光公園 地下停車場 是 那這個停車場 它收費在台北市來講 算蠻高的 那我們去 去請教過 那說 因為這個是進駐力很高 那我們這邊 為什麼會進駐力這麼高 就是我們停車場 很少 所以你如果用多一點的話 可以疏散一些 靠近 我先來補充說明一下 稍微大聲一點 後面 沒有 你講話是大聲的 謝謝 我這邊再來說明一下 其實 剛才也就算 這位大哥所說的 我們春光 那邊的月票 確實比 就是 月票 大概是 全日大概是六千 然後打折的話 大概是四千塊 我們這邊大概目前規劃的隔位 我們後續 會比 比春光那邊還便宜啦 因為這邊 相對還是露天 我們會比春光那邊便宜 會也是希望說 可以吸引一些 春光的 停車場的一些量 到我們這邊來停泊 至於說這邊要規劃 多 比較多隔的部分 這邊都發局 我們這邊剛才有說 可以帶回去研究看看 副總 是 我是覺得 有一棟的表流 因為信義區已經有四四藍村的保留 像你這種建築物四五十年都要保留 那台北市 的地方 就是寸土寸金 我是覺得 杜花姐要有魄力 就是 你可以用成一個 錄影帶 將來有一個 換這個 對付德筆的一個介紹 因為你六棟 保留一棟 沒有什麼多大意義 這一點 因為 只要有人提出來文化制裁 你就要把他保留 那 那這個 我是覺得 應該 就 趁這個機會 就 全部把他拆除 那你停車會 也比較多 你放在那邊 我是覺得 因為你這個 閒置空間已經超過五年以上 如果講 雖然是 好市長 或是 那個科市長 市政府是一體的 你們已經 耽擱了 這邊閒置了那麼多年 那個效率 這 閒置已經超過已經很差了 所以我是建議說 那個保留 那一棟 沒有多大意義 沒有我是感覺 全部把它拆了 對不對 那 那個停車會最近 我們福德街這邊 還有福德地區 是人家被開罰單 這個問題 也要去正視 這個停車位很少 那杜花旗要有 跟老百姓有感 有感就是 大家停車位很困難 又被開罰單 有些甚至要抹黑到 我們理辦公處 真的是 那你就多開放 這個停車位 就不要保留 多開放停車位 有些綠化 那山洞 我也是 我也覺得 應該是尊重 有綠化的空間 那其他就 多開放 OK 我負義 你想說的很好 你那個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能拆就把它拆掉 如果沒有被 被規定為什麼 拍一些影片放一放就可以了 那個東西 人要活不是那個東西 放在那邊 沒有意義的 第一個 第二個你只開放100個 你知不知道將來如果 福德那個開工以後 多少工人那些進來 我們 就算你沒有開放 我們這邊就被那些工人 停的話 我們就沒得停 一定要停嘛 我們這一困擾是外面的攤販來就 我們就沒有停車位了 所以一定 他們一進來 他們要擺攤販 他一定要有車子在 我們也是有這個困擾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所以 為什麼是100個 我建議是全面做 不用擔心 因為 你那邊只要 捷運或什麼移動工 你知道有多少車輛要進來 那進來這個侵占 我們的停車 我們現在有 很勉強 根本沒有停車未來 為什麼是100個 我是為什麼 當初不知道為什麼是100個 不是500個呢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只放100個的 原因是 而且 你有收費啊 你現在這個市場 不是動不動要做經濟艙 又可以賺點錢啊 為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搞這 綠化 我不用我先唸啦 綠化沒有意義啦 馬上要蓋 將來都是公園嘛 將來這些都要蓋的嘛 現在綠化多花那個錢 我要的是停車 不要綠化 我要停車 停車 不好說我們 綠張罰單900塊 你知不知道啊 你們沒有 那是很可怕的事啊 22K賺不了多少900塊啊 所以我怎麼100 我聽到很失望 為什麼會有這種 你督發局 想想老百姓的900塊的罰單 怎麼不掉 是不是 沒有這100個 我認為全部 幹掉 全部給我開停車未 我 非常喜歡 你們如果覺得很困難 剩下的委託我來管理 我把你們不要去弄 弄平坡 我來管 停車未 給我200個 我來管 然後我付租金 免督 督發局 或者是 柯市長他們 需要做經濟商 改回商務商 我來付 你給我200個 我來管理 我非常願意 你可以 找到我說 200個呢 你們只有100個兌換 繼續 多的 我來管理 老闆 你充分表達一件 民社會數量不夠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社會先生 不是也要表達一件嗎 我可以